大学生要实现理想有很多不同的途径 五名东海大学生命科学系的学生 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完成台湾版的Discovery 记录下树蛙跟高美湿地螃蟹的生态 而这些记录片在国科会的竞赛里面 连续拿下了三个奖 让他们好开心 低头竹林的竹子同里 刚产卵的树蛙重新回到产卵地 排卵为这些刚孵化的小宝宝 另外一头还有树蛙正在栖息产卵 看起来就像台湾版的Discovery 这样的画面不仅考验拍摄功力 也考验学生的拍摄耐心 每部画面尽管只有三到五分钟 却得花上近一个月才有这样的成果 蚊子还好 虫还蛮多的 蚊子还好是因为蚊子都咬我 我不咬你 对 就虫还蛮多的 对啊 然后就是很厉害 而且工作时数会非常长 就整个晚上 对 就是在竹林里面走来走去 换个场景来到高美湿地 满满的和尚蟹大迁徙 看起来很有气势 另外还有招潮蟹正在挥舞大熬 不过最难见到的 两只螃蟹因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 甚至可以近距离观察 可以拍到这样写实的生态 可是经过时间和耐心磨出来的 那是还蛮难得看他们在增地盘的画面 对啊 那也不是说要等 那也是就是可遇不可求这样子 实验室常常就是有去那边调查 所以就可以跟学长姐学习这样 然后还有就是在出去前 然后多翻一下图件 五位东海大学生命科学系的学生 花了快一个月的时间 亲身掌镜拍摄纪录片 在国科会的短片竞赛里 拿下三大奖项 成果相当丰硕 他们说过程尽管辛苦 不过却也记录台湾最真实的生态 金耳林健生 台中报导